这个男孩把菜放进嘴里 挑衅对面的机器人 他不服气 拿过盘子也把菜往嘴里送 结果身体短路了 科学家们励志于研究出一个有感情的机器人 这天 试验品大卫被送到一对夫妻手中 他们的儿子长期处于昏迷状态 丈夫亨利为了不让妻子悲伤过度 将大卫送给了他 妻子好生气 因为自己的儿子是无法取代的 尽管这个小孩眼睛里仿佛光 但他始终都不是一个真人 妻子起初极度不适应 看报纸时 他会将身体扭到一旁 要晒衣服时 他会把大卫关在衣柜里 等到他于心不忍将柜子拉开时 大卫只是天真的问他 这是游戏吗 吃饭时 他开始学习人类的动作 妈妈不小心掉在嘴边的面条 惹得他哈哈大笑 夫妻俩也被这真情的笑声所打动 大卫的出现 确实给这个家庭带来欢声笑语 再冰冷的心也会被炽热的钢铁所融化 他们这时决定 真正的领养并激活大卫 妻子看着说明书 如果父母不要这个机器小孩 那就必须送回公司进行销毁 在按下启动键后 大卫这下才彻底被激活了 只看他的眼神不再是之前的机械 此刻充满了温暖 他一把扑到妈妈的怀中 两人紧紧相拥 事后母亲将之前儿子马丁的玩具熊送给了他 这是个会说话有思想的泰迪熊 大卫感受到了妈妈对他的爱 日子逐渐趋于幸福 直到这天 原本应该昏迷在病床上的马丁竟然奇迹般的苏醒了 妈妈开心的向大卫介绍着眼前的小孩 而大卫心里却有着一种酸酸的感觉 白天 马丁让大卫和他一起呼叫泰迪熊 看他会走向哪一边 泰迪熊十分为难 只好笨拙的向妈妈求救 到了夜里 马丁故意挑选了小木偶变真人的故事 以此来暗示大卫只是个机器人 可是 这个故事却被大卫记在了心里 他觉得只要能够找到故事中的蓝仙女 把他变成真人后 妈妈就能给予他同等的爱了 吃饭时 马丁再一次刺激大卫 他炫耀着自己能够将蔬菜全部咽下肚子 大卫不服气 他也想证明自己 结果身体出现了问题 他被带去维修 妈妈心急的落泪 他只是轻轻的握住母亲的手 安慰的说道 等到大卫被修好后 马丁给他出了个主意 他说只要剪下妈妈的头发 就能够让他永远爱你 天真的大卫信了 他等妈妈睡着后 拿着剪刀来到了他的房间 可就在他剪掉的瞬间 妈妈醒了 他的尖叫声吵醒了丈夫 亨利连忙起身抓住大卫 他以为眼前这个机器人要伤害自己的主人 大卫手足无措的站在原地 就像个犯了错的小孩 是的 这个时候他已经产生了人类的感情 第二天 亨利说要将他送回原厂销毁 可人心毕竟是肉掌的 妻子跟他这么久的相处下来 也产生了感情 拒绝了丈夫的请求 但是这时 倒霉的熊孩子想看看大卫是否真的有痛觉 感到疼痛的大卫 害怕的抱紧马丁 两人一不小心掉进水中 大人们只将马丁救上去后 留下他在碧蓝的泳池中 夫妻俩这下确定要将大卫送走 可是 妈妈在开车不断流着眼泪 就在要前往工厂的下一秒 他改变了方向 将车开到森林中 不知情况的大卫还以为要野炊 兴奋的铺上毯子 直到妈妈艰难的说出了那句话 你以后要一个人待在这了 知道真相的大卫表情瞬间凝固 他苦苦的请求 可长痛不如短痛 即使做出这个选择是那么艰难 妈妈驾车离去了 只剩下大卫呆滞在原地 不知何去何从的大卫在森林里瞎逛 很快便来了一帮人 将他和一些报废机器人 全部抓到了机器屠宰场 在这里他认识了机器人乔一 就当两人要一起被销毁的时候 大卫所表现出来害怕的感受 让人们同情心泛滥 他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个真人 一群人蜂拥而上 趁着混乱 大卫和乔一逃了出来 得知了大卫在寻找蓝仙女后 乔一带着他搭顺风车来到了最大的城市 在这里 大卫找到了万能百事通 经过一番悬问下得知 他要找的蓝仙女在一个叫曼哈顿的城市 那里有着让雄狮落泪的地方 蓝仙女就在那 得知了目的地 两人刚出门 乔一就被警察抓上了一辆车 原来 他意外地卷入了一场谋杀案 大卫看着停在外面的直升机 他走上前启动 可身体太小无法控制 飞机撞向汽车 阴差阳错地将乔一救了出来 于是 他们再次一同结伴而行 很快飞机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座被水掩盖的城市 在这里 他们看到了落泪的雄狮 大卫来到一扇门前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发现里边竟然有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他感觉到有些不可置信 有了感情的大卫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他生气地砸坏了机器人 就在这之后 一位博士出现在他面前 原来博士知道他在寻找蓝蝎女后 就通过万事通给大卫提示 目的就是看他会不会像人一样 按照自己的思想形式 看到如此成功的作品 博士十分欣慰 他要找来自己的同事来分享这一成果 博士离开后 大卫走进房间 看到里边挂着的都是和他一样的模型 大卫感到绝望 他清楚地知道 原来自己只是千万机器人中的一个 并没有那么特别 他心如死灰地坐在窗台上 带着对妈妈的思念 大卫倒了下去 可是就在水中 在一群鱼的带领下 他见到了自己苦苦寻找的人 可是 就当他要上前触碰时 被一个夹子猛然夹住后背 他被拖了上前 乔一救了他 两人刚上岸后 追捕乔一的警察就随之赶到 在被捕的前一秒 乔一大声地喊出 如果你真的变成人了 请一定跟别人说 曾经存在过乔一这么一个机器人 大卫开着潜水艇来到海水深处 由于海平面上升 之前的整个游乐园全部被海水所淹没 大卫来到了小木偶童话故事专场 在这里 他见到了自己一只苦苦寻找的男仙女 大卫呆呆地望着这个仙女 巨大的摩天轮迎面砸下 将潜水艇压在了海底 可是大卫的目光始终没有偏移 大卫一遍又一遍地 请求男仙女将他变成真人 但是不管他怎么祈祷 男仙女始终都只是以微笑作为回应 就算只能看到男仙女模糊的身影 大卫还是存着一丝希望进行祷告 大卫祈祷着 直到万物凋零死去 直到海水全部结成了冰 两千年后 三体人统治了地球 他们在冰河中发现了这个潜艇 解开冰冻后 他们成功地激活了大卫 醒来后的大卫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到那个蓝仙女 他踉跄走到仙女面前 双手轻轻地触碰 可经过长时间的冰冻 塑料早就变得十分脆弱 蓝仙女四分五裂地掉了下来 三体人走上前 他们手轻轻放在大卫面前 读取了他的记忆 接着一个传一个 他们惊讶地发现 在这个原始机器人中 竟然存在着感情 但是更多的是害怕和迷茫 好像一辈子从来没有开心过 于是他们在大卫的梦境里 见到了一个蓝仙女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大卫心中的执念仍是只有一个 可蓝仙女告诉他 时间太长了 他的母亲早已经离世 但是有个方法 能够将他复活一天 这需要那个人的DNA 大卫有些绝望 这时泰迪雄走了上来 他轻轻地拉扯一下大卫 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之前母亲的一缕头发 实验很快奏效 在这短短的一天里 母子俩做了许多事情 捉迷藏 弄发型 吹生日蜡烛 那是大卫从来没有体会到的母爱 尽管只有一天 但是大卫好开心 因为这天 母亲只属于他 可是快乐的时光 最终都有分别的时候 母亲沉睡了 大卫轻轻地躺在他的身边 也睡了过去 在这以后 他便永远地沉睡在了自己的梦中 你可以把我抛弃 但是我从出生起 就认定了对你的爱 一份真挚的爱 能够穿越时光 藐视岁月 虽然这份爱稍纵即逝 在他的心中却是永恒